西方人的生活一向都很classy 例如品嘗红酒的时候会讲究他的年份 出产地,葡萄品种,发酵过程 但是看开泳山频道的朋友就知道 论到讲究,广东人多数都变得很谦虚 因为莫讲话红酒 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有多少种水 相信西方人都应该听到脚软 我们不单止有 命水,深水,威水,缩水 原来还有提水,吹水,看水,搭水 甚至有量水,泡水,掠水,回水 怎样?我们其实还有 放水,散水,醒水,买水,冬过水,浸咸水,半桶水,水斗水 整色整水,不汤不水 还有一个一头没水 那我们这些水又怎样用呢? 如果我们考试考得差,只能怪,命水 选择选择选择,就要看深水 考试考得好,感觉好威水 交完学费,荷包又缩水 考试前一课,希望老师提水 上堂不听书,因为顾着,吹水 考试想出猫,记得找人,看水 乘跑车上学,果然够搭水 没钱买lunch吃,到处去量水 没钱交学费,到处去泡水 结果什么都学不到,感觉被脱水 去同学校反映,想叫他回水 怎知眨眼间有一个新学期 我们又要再磅水 落堂中一响,个个喇喇散水 上学骂着那些劲人,这样才叫醒水 考翻老时才知道老师叫什么水 看着睡卷,知道自己成绩冻过水 说自己浸过咸水 其实回到来,都是半桶水 在学校同人,水斗水 跟自己说,不要在人面前,整色整水 免得搞到不湯不水 到头来,自己一头冒水 好了,今集又说了这么多 记得有不明白就回去问家人 还有要多些练习,可以在家人面前挥水 不要onna,不要来